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車訊TV特約試車手 行男虛擬龍 我們知道汽車科技日新月異 它的性能馬力越做越大 不過我們也常常跟各位觀眾宣導 你的性能再好 其實不要忘了車上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輪胎 像我今天這位朋友 他的Golf R 他是6代 2012年的Golf R 他車上的輪胎換了大概兩年多 跑了將近4萬公里 他以為磨得差不多了 今天我們就要來做一個性能車的 性能胎的升級測試報道 我們現在就去輪胎店裝輪胎囉 我們今天要測試的主角 是目前德國馬牌輪胎的一個頂級的性能胎 他叫做Sport Contact 6 這台購拔的尺寸是235 35 19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德國馬牌 他們的一個Bass Drive的 算是一個示範店 位在士林的千副輪胎 先把原本的舊胎換下 裝上新胎 店長也幫我們做了一個 四輪定位的動作 首先叫出內建電腦的 原廠購拔的定位數據以後 做了前後輪 四個輪的一些定位角度的確認調整 其實今天我第一眼看到這台S76輪胎 記得嗎 有沒有很熟悉 它是Type R 當初Civic Type R 這個F K2型 他們在德國紐伯林創下最速量產前輕車 有沒有就是用這台台 而且很巧 尺寸也是235 35 19 那我看到這個胎紋的第一印象 我覺得相信它一定是很強調性能 因為它的胎塊非常大 尤其是靠胎間外側的胎塊 一看就知道是抓地力很棒 而且它的中間的胎都也滿寬滿深的 想必它的雨天的抓地力性能也還不錯 我們就來展開長期的測試追蹤報導 好 謝謝 掰掰 謝謝 掰掰 我們今天測試S76用的這台購法 其實它是2012年的6代的Golf R 它原廠有270匹左右 經過一階的Stage 1的升級 大概310匹 它的0到100 原廠公布是大概5.5秒的實力 它是DSG的變速箱的車型 經過升級後 雖然它有大概6年的車停開起來 還是非常的兇悍 加速非常凌厲的一台小鋼砲 好 那這條輪胎原廠的訴求上 它有三大訴求 它有最佳的抓地力 以及最佳的操控性 以及最佳的穩定度 它有一些OE配胎 就是說原廠和一些性能車出廠 就是搭載這條輪胎 印象中我們來這邊跟列舉幾款車 像是有這個賓士的 CE跟S-Class其實都有配到 甚至像GT的車系也有 那B&W的M3 M5 某一提就知道是性能的代表 以及像是Audi的TT 以及R8這些性能車款 都有配過這條SC6的輪胎 我們這一次測試這條 Continental的SC6的高性能胎 我們用的是比較貼裙 一般實際日常的道路用車 首先在市區的部分 它的低速的滾動噪音 以及噴動的反彈的舒適性 我覺得都還不錯 因為畢竟我們一開始有介紹過 S-Class屬於馬牌旗下 一個頂級的性能胎 我們也看過 介紹過它的胎紋 這個胎塊非常大 我原本有點擔心 它這個噪音可能相對 因為接觸面越大 滾動起來會比較吵 不過我實際開了一段落 在這個市區 不管從低速的起步到60甚至80 這樣一個市區的速度來開 我覺得滾動噪音都還不錯 都還滿安靜的 在坑洞的舒適度部分 我們在裝胎的時候 我都會習慣去壓一壓 輪胎的胎壁胎間 甚至胎面 你會覺得這條胎滿特別 它的胎尖的部分 就是胎的側面的部分 質地還滿軟 但是開起來支撐度 這個硬體度還不錯 胎面當然就是 你會感覺到很黏 胎面都黏了非常多的小時 代表說它這個胎面算是一個滿黏的一個配方的設計 那也看了一下胎壁上的標示 它的Tradewear的摩耗指數是240 以目前各家的性能胎來說 這樣的一個接胎 畢竟它還是一個接胎 它並不是到半熱熔的競技 或是一些賽者用的 但我相信這會是一個堅固 抓地力 以及耐用度的一個不錯的一個臨界表現 這條胎實際開在高架道路 像我們開在環東的高架 或者是一些高速公路上的時候 來跟大家聊一下它的表現 我覺得就像我們有介紹它的原廠的一些設計上 它的胎面的配方 用的黑辣椒的橡膠分子 我覺得還滿厲害的 怎麼說 你就會感覺到它在一些 這個路面的抓地力上 尤其是在比較高速 你將近100的速度在過彎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胎面真的是很穩的 緊緊的抓在這個路面上 從輪胎回歸道懸吊到方向盤車內的 這個轉向的路感依舊是非常清晰 讓你有一個很好的操控的手感 尤其在一些比較高速的彎道中 你也可以感受到 它用了一個這種倒角溝槽的設計 讓它能夠抵抗這個車 在高速過彎這個離心力 所造成的胎紋的變形的抑制 像開在這個高架道路 我們會有一些接縫 我覺得這條胎就是 讓你有一個很舒適的感受 你通過坑洞的時候 傳達到車內也不會太硬 在這個舒適性 以性能胎來說 SC6也蠻有一套的 對 就一聲 那基本上你在60、80 這樣的一個速域的滾動噪音 的表現都是非常有水準的 我們這次測這條馬牌的 SC6的高性能胎 我們為期大概 算一算大概將近一個月吧 先聊聊看我們在前幾次的 甘地的測試上的一些心得 我覺得SC6給我的感覺就是 它的抓地力真的非常黏 我記得在上一次晴天來到 現在這個矽平山路的時候 你會聽到其實在一些彎道中 你會感覺到 它會黏那個 有一點像我們開車經過柏油路 有那個Diamacca打到 那個底盤板進去 那種叮叮叮叮的聲音 所以它在彎道中 黏著這個小時候的聲音 也比之前的 跑輪胎 給我比較明顯的一個印象 那再來說到這個 競速性 在甘地的部分 雖然它的抓地力很好 胎快很大 我覺得很奇妙 它的滾動噪音 當然會比一般我們開那種 比較節能經濟取向的胎 這個分貝值 感受高一點 但是我覺得 以我印象中開新能胎 來說 SC6的這個滾動噪音相當低 很厲害的一個設計 那再來講它雨天的狀況 雨天我們當然要試的就是 因為我們在台北市 或是在一些高速公路 高架的道路 最怕的就是一些高速 經過坑洞的積水 我原本會有點怕怕 覺得說海水性的部分 不過我們看台文的時候 也有講過 它這個中間的主溝槽 非常寬 非常深 我如果以這個 車輛行進這個水坑的瞬間來說 我覺得SC6在這個部分 穩定度也給駕駛者 很高的一個信心 那抓地力部分 像我們今天在這個 細平山路雨其實蠻大 我不知道觀眾從這個 畫面上有沒有聽到 叮叮叮叮叮的這個雨聲 我這雨蠻大的 那我們其實也開了大概有半小時 來到這個山路 今天早上 一直在試這條門單 哇這個胎真的蠻厲害的 它不僅乾地的抓地力很好 那在濕地 我覺得也保有一定的 這個性能的操控表現 像德國他們當地有這樣無線速公路 我們知道 它對應這條胎的最高的安全速度 可以到時速350公里 雖然我們台灣 看不到這樣的一個路況 環境以及法規的限制 但是你這樣的一個 輪胎的一個規格設計 馬牌就是要展現給 全世界的消費者 他們已經有能力做出這樣的一個 高品質高性能的一個 輪胎的一個規格設計 喔真的耶 入彎前縮停就停 然後讓你很從容不破 儘管雨這麼大路 那麼濕滑 你找到出彎點看準以後 鑽著這條胎 可以讓你這個車 我覺得在出彎的時候 甚至可以更早給油 它不會有這樣 嗡的很轉向不足的現象 好 我們正式經過一個多月 長期試駕這台GoFa 測試Continental的SC6性能胎 就像我們影片中有試駕介紹 它不管在乾地晴天 有很好的操控抓地力表現 而且它在這個濕地大雨的山道上 它的操控以及自動的性能 我覺得也都有很卓越的表現 更難能可貴的是 我覺得這種性能胎王 以往都沒辦法全方位兼顧 但是它做到了一定的舒適程度 以及滾動噪音的抑制 我覺得是蠻厲害的地方 好 我們的試駕就到此結束囉 掰掰 事件總結束 為另外一位是蠻好 spirit 百音樂 夜 distance 人數能動腹 靜靜靜靜靜靜靜點